我要去给粉丝选一台苹果12mini 看看商家是如何骗我的 如果你想知道我的拿花架是多少钱 你想知道我赚了多少钱 你想知道我是如何厌计的 这个视频你一定要看完 特别是最后面 因为满满的干货 今天找到我们这个商家拿了一个 Mate 40 Pro 然后兄弟们你看一看 橙色还OK啊 比较亮 但是它这个电池是换过的 这里有一个电池健康度 百分百的 Mate 40 Pro已经出了好久了 现在如果谁还去买这种电池百分百的 实话是说韭菜 我做的任何人去买二手的电池百分百都是韭菜 因为都是换过电池的 要么是官方化 要么就是自己 没必要 就买个80多多的电池就可以了 接下来就是我跟商家的一个实拍拿货视频 我看了一个80多的电池吗 我刚刚看了一个80多的电池吗 80多是什么演 应该是128 128 我真的以为这台手机像老板说的无财无休 结果一到手上一摸 这个后盖不对了 这个后盖很明显的那个高度 跟边框它是不匹配的 这种手机一看就是后盖睡过的 但是它只换了后盖没换边框 然后这台手机你知道拿货价多什么 还卖我2050块 它不是无财无休的 拿不了 后面还有更离谱的手机 接着往下看 这一台呢就是美版的12 mini 2吧 但是美版的跟国防有什么区别呢 没什么区别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单卡的 国防单卡 美版它也是单卡 但是你们看这台手机 它的屏幕翘得特别特别高 它这个缝隙是不对的 所以说这台的话 它的屏幕是百分之百是那个啥的 拆过的或者是换过的 然后你知道它的这个价格卖多少吗 换过摄像头的 还卖我1700块 最主要是它是个美版的 你们受得了吗 上天我们终于找到一台 售价为2200块的苹果十米 这台的话诚实的比较好了 然后的话 无猜无休 但是它的电池真的是特别特别低 只有百分之七十七 再用一段时间就过来去换了 但是呢 就这样的手机 它还卖2200 所以说这个价格 真的是一分钱一分后 你看 昨天那一台换过后盖的 而且橙色比较差 电池84 它卖多少 2050 这台当时换过后盖的 BBQ我们就没要 这一台呢 橙色就更加的稀皮了 它是一个白色的一个苹果十米 它电池是84 但是它的拿货价还比刚才那台 77的电池还要便宜 为什么 因为它的摄像头换过了 换过摄像头了 但是你看 你们看不出来 这是没办法吗 客户找我们要的是无财无休 那我们就拿一台无财无休 这台虽然 我可以骗一下客户 但是我觉得 没必要 真的没必要 该挣自己该挣的钱 这个大招花了三天时间 以2400五的价格 卖给了粉丝 粉丝之前打了一个50块钱定金 所以说呢 加上快递费18块 然后配件费20块 有数学好的朋友们 可以猜一猜 大招这次赚了多少钱 我觉得个人还算是比较良心吧